这件事情当然韩国瑜环绕着他永远的主轴 票多得赢票少得输 但是呢全国民党都欢迎韩国瑜吗 这可不一定哦 因为这个周末韩国瑜到处包括帮台北市有些议员站台嘛 他还没有帮蒋万安正式站台 这个是上报他问了很多国民党不具名的人士 通常不具名的讲的都是真的 我截了这一段啊 国民党里面有知情人是说 讲万安阵营其实之前呢就是不是要邀韩国瑜站台来服选 内部有一番争执讨论 最后决定呢 讲万安阵营决定了 透过出席蓝营议员站台的场合 让彼此间接的合体互动即可 就是就可以了 至于讲阵营主办的造势活动 请向不邀韩国瑜 等党中央11月中要办那个大合体的那个时候 再来一起合体共同承担与韩国瑜同台的政治效应 韩国瑜真的很可怜他这么辛苦 讲成这样要共同承担好像是什么灾难一样 这会不会反映在民调上面 这个是最新所谓也是战斗篮的民调啦 中广跟盖洛普民调最新的21到23的民调 做起来呢讲万安领先了一点点 讲万安27.76 这个有点小我念给大家听 然后呢 陈时中10月24做的22.13 黄珊珊第三名 在这里17.42而已 比上一次9月底做的再掉了一点 所以呢这个综合分析起来 根据赵绍康自己的分析 他说没有什么弃城保皇啦 现在只有弃三保奖 就是国民党还是在可能有弃保的范围之内 请佩姐简短一下分析这个民调 跟韩国瑜的效应有关吗 因为这是战斗蓝阵营他们自己做的 所以看起来那个差距是大的 如果按照这么大的差距的话 那讲万安何必在那边集中选票 集中选票一直想要操作弃保 这样子的含应不够多 可见他一定觉得危机仍然存在 那本来蓝营其实是一直希望 可以操作说这个 气中啦 保别人啦 干嘛干嘛的 可是后来发现说 这个有一点操作不下去了 因为其实对于绿营自己内部来说 是凝聚力相当强 而且选战的气氛是热的 就是在这种状况底下 你很难说服大家说 这个这样子的操作会有效 所以你气不了钟 好 那所以现在就变成 把黄山做到一个差距 他跟蒋万安差到10% 10%呢 那所以就变成第三名 自然而然的会被气 那么气掉了第三名 保的是谁 当然就确保第一名的蒋万安 能够更为稳固 但是我会觉得 其实有一些疑问在 为什么 是因为 其实按照各种民调 三个人的差距 其实没有这么大 比较是属于纠缠在一块的 那个状况 还在麻花中 对对对 而且你对黄山山的支持者来说 黄山山的支持者 有很多是期待柯文哲的2024 说这些人是坚定的 他气不掉 他没有办法去气黄山山 所以我不认为 操作气山保其他人 会是一个可行的方法 也不太具有现实感 那对蒋万安来说 要不要跟韩国瑜合体同台 我觉得蒋万安有点 他就是一个笨蛋 就是韩国瑜是草包 但蒋万安其实就是个笨蛋 他其实当初对于 这个韩粉的评价是说 他们有一些不理性嘛 对不对 这是你 这一次你却应该要热烈欢迎韩国瑜 热烈欢迎韩国瑜站台 为什么 是因为这一次摆明了 蓝的票很多 是被黄山山给分走了 你必须要这个万流归宗 让所有的蓝的 能够大多数都集结到 你讲万安这边的话 韩国瑜是有帮助的 韩国瑜代表了一个正蓝 这样子的血统以及路线 在这种状况底下 你必须要合理的 把黄山山拿走的选票给捞回来 捞回来的这个手段 就必须要借重韩国瑜 说这件事情才会有助于 你蒋万安在台北市的蓝盘 能够更为稳固 而且不要被分散 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 你干嘛还在那边欲据环淫扭扭捏捏 你应该大方的跟韩国瑜合体 我是真心的这样子觉得 我不是在故意唱衰他 韩国瑜是有他的功效 你看他尽管他是草包 可是因为他很逗趣 他讲话很好笑 他自然会带动人气 他不但可以带动人气 他其实可以诱发蓝盈底层的那种 那种凝聚跟激烈 跟一定要投票的这样子的动力 那当然是对你讲话很有效啊 大方的合体吧